五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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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 夫人 董太医呢 董太医不在 出远门了 那周大夫呢 周大夫也不在 据说到山里修行去了 快请梁大夫 已经派人去了 梁大夫一大早就被赵大人请去 给赵米诊治去了 也不在乡 那老爷呢 回夫人 送信的已经去了 老爷现在啊 应该再回来的路上了 郑老爷一出门 五嫔就晕倒了 大夫一个两个都不在 这可怎么办呢 少爷前几次晕倒 都不到一刻就行转了 而这次都快半个时辰了 怎么还是点动静都没有啊 别着急 我就怕少爷像上次那样 老爷醒不过来 好 杨管家 请杨能在明居集点就那几个 一动派几个人分头去找 另外再派一个人 去梁大夫家里守着 无论是谁 只要看到梁大夫 就立刻请到冬月来 好 我马上安排 周莹 董太医上次开的那药方还在吗 在 我 我收着呢 先照着那方子建一副药 给无品灌下去 杨 这能行吗 再说了 董太医那方子 前几次也没什么用啊 行不行 还得先给他灌点药啊 快去吧 等一等 还是我去见 你也少着无品 纯兴 快去把那方子找出来 但是你要记住 对于脑部受伤的患者来说 长期的昏迷会损伤脑部 所以越早醒来越好 读一把 老莱福莱 大把手 把少爷扶起来 是 一 二 三 枕头 枕头 快 好好好 对 好 少奶奶 这是什么呀 快让少爷躺下 小心 来 轻点 轻点 来 少爷醒啊 少爷 来 我刚才是不是晕过去了 不是刚才 是一个时辰前 请请请 少 少爷 少爷 你醒了 是不是梁大夫来了 夫人 醒了 醒了 那就好 那就好了 好 来 梁大夫 慢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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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告辞 谢谢梁大夫 哪里 那是吴平少爷他吉人天相 药和味道遇你先除 告辞 告辞 慢走啊 老爷 老爷 吴平怎么样了 已经醒了 吴平少爷这次醒来 无论是精神还是慢相 比过去都健忘得多呀 看来这次还休养得很不错 谢谢梁大夫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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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杨 帮我送下梁大夫 好 告告 好 告告 梁大夫 谢谢你 走 安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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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吴平怎么会突然晕倒的呢 我问了 是周莹把他气已晕倒的 小木不可刁眼 要不要开心房啊 喝茶不 喝 你刚才给我嘴里灌的是什么 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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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约瑟夫给我的药水 就那个洋人 他为什么要给你药水呢 是我问他要的 你怎么说 你去教堂 其实 是 为我求药 我去做药水呢 我要求药水呢 他有药水呢 他没有药水呢 我说的药水呢 我家里有药水呢 我去药水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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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他给我的药水 为什么会这么灵验 无论如何 你是为了我 而我却责怪了你 对不起啊 不用 你不用说对不起 我做事也的确是冲动 当初若不是 没事 没事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无力取闹 你在说什么呀 母片啊 老爷 夫人 爹 爹 母片 娘 怎么样 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已经好多了 你怎么回来了呢 听说你出事了 我哪还有心思往前走啊 立刻就掉头回来了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是有人任性妄为 张妈 开刑房 是 老爷 开刑房 是要打谁啊 还能是谁 家和万事兴啊 我们吴家东院 这刑房十多年没开了 但是周莹 不懂规矩 不识轻重 不听教诲 辩本加烈 打的就是你 原来是要打我 为什么要打他呢 他又没犯错 我们都知道了 是周莹 鳄鱼顶撞 把你气晕过去的 没有的事 没这事 都怪我自己 我不小心撞上门 把自己给撞晕了 春兴 夫人 你跟我说老实话 少爷 是怎么晕过去的 就是 说 是我 怎么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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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的头好痛 快 快 快请 梁大夫回来 不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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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莹 你帮我捏捏就好了 就像你之前帮我捏捏 我捏捏 好多了 真的好多了 这一招 也只有周莹惠 爹 娘 我晕过去 跟周莹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醒过来 全都靠她 我都还没感谢她呢 你们却责怪他 要是你们开刑防 打他了 那没有人帮我 捏一捏没有人伺候我 那怎么办 这 好 既然这样 总盈 你就在这儿好好伺候五平 五平 宽猛相继 那一夜才是持家之道 左燕 你好自为之啊 清方明了 谢谢爹 姐姐 你不必替我遮掩 传幸 把别人里 所有的人都给我叫过来 叫他们来干吗 这屋里该立一下规矩了 来 注意 扶我出去 扶我出去 少奶奶 今天是谁去跟夫人说 是少奶奶把我气晕的 这次的事我就不追究 但从今往后 少奶奶在别院里 说什么 做什么都任由她 不许任何人叫舌根 更不许任何人 去老爷夫人那儿告状 谁要违背 立刻撵出去 听到了吗 是 少爷 少奶奶 等一下 从今往后 你在别院里想无力取闹 就尽情地无力取闹 什么都不用管 或者有此事 你有一点 我要不许任何人 什么都要 好 可以 要不许任何人 他